大家好,我是生態遊學小解說員顏佳麟 那今天我要為大家解說的是舌頭山 那舌頭山它是可以觀望馬宮、港、色天島、四角嶼 以及銅湖內灣的一個好景點 它的早期是採收文群的一個產地 那舌頭山的鏡頭上面有一個荷蘭一字 而且還有日軍松島劍的衛林碑 以及法國萬人種的紀念碑 而且據文宣記載呢 荷蘭人在舌頭山上面帶了一座在台灣最早的紅毛村 像北旺可以看到我們的車天島以及馬宮港 像西旺可以看到我們的四角嶼以及西域 那它的視野十分的開闊 攝影的安全地